大家好 我是奔向师 今天做一道有鱼又有肉的鱼香肉丝 首先把鲈鱼清洗干净 鱼尾切一刀片出鱼肉 把鱼骨攒成小结等一下可以煲汤 把鱼蓝骨片下来 把鱼肉削对半 中间切一刀 然后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竖着鱼肉切 等一下它炒的时候才不会散 切成丝 准备一块瘦肉先切片 然后改刀切丝 好我们跟鱼肉放一起 碗中准备葱段 姜丝 加入少许清水 搅拧出葱状猪 倒入鱼肉里面 加入一小勺盐 抓至发黏 加入少许生粉 然后再次抓匀 然后你用一点食用油 加入少许生粉 是为了锁住鱼肉的水分 加入食用油 等下炒着的时候就不会粘连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半个红椒切丝 准备蒜苗蒜白切小段 生姜切丝 蒜泥切成小段备用 现在我们调一个碗子 加入一小勺盐 一点点鸡精 一小勺白糖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上色 一勺香醋 一点点清水搅拌均匀 锅中倒食用油 下入蒜白姜色炒香 炒香后下入鱼肉 把鱼肉炒至更适合 所以能炒至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划散 容易把鱼肉伤到 就尽量是往头下往上翻 好就全部变色 下入酱汁 大火翻炒 翻炒 最后下入红椒丝蒜苗 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我还提前把鱼头鱼尾稍微煎了一下 这样摆盘 做出一副很贵的样子 有没有 一道有鱼又有肉的鱼香肉丝就做好了 可以吃 好吃 可以吃 可以吃 鱼肉 鱼肉 脆 鱼肉 鱼肉 每一家特别辣 这种红椒不辣 你可以吃 这是鱼肉 鱼肉 嗯 嗯 拍照你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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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蛤 姐姐 猜猜喔 嗯 猜猜猜 今天下午要答應弟弟什麼去 你頭髮 你要去嗎 要啊 你怕不怕在你頭髮 你怕我怕你自己在你頭髮 在你頭髮 媽媽前幾天我不是撿過了嗎 記得怎麼髮 你不是說了嗎 今天要帶弟弟去理髮店 那你剛剛說什麼話 你踢踢 踢框頭嗎 你覺得他們踢框頭帥不帥 嗯 醜 我不想要 他都不行 那麼硬 踢框頭 哇 醜 嗯